大家好 上节课我们对HSK的四级考试的听力部分进行了总结 那么这节课我们来对阅读部分来进行总结说明 好 我们看阅读部分一共有也是三部分 它的要求的注意事项是要求40分钟答完40道题 也就是说阅读部分的题一共有40道 它所给的时间是要在40分钟之内完成 我们就要考虑到时间分配了 最好为第一部分是10道题 第二部分也是10道题 第三部分是20道题 时间分配最好为第一部分45秒 第二部分45秒 第三部分1分钟 这是最好的时间分配 好 然后我们通过每一部分的答题内容 一样的答题方法和技巧来说明一下 第一部分一共10道题 是根据所给的词语 然后来选择正确的词语完成这个句子或者对话 好 那这部分的内容主要考察的是名词 动词 形容词 这样词的这个词性 以及它在句子当中应该所处的这个位置 好 那这个需要我们一样来仔细的阅读所给的这个词语和这个句子 来判断来判断这个词语的词性 以及这个句子当中空缺的这个部分呢 所缺的是什么成分 好 我们通过例句来说明一下 这是一个对话 A 今天真冷啊 好像白天最高什么呢 才二摄氏度 B 刚才电视里说明天更冷 好 我们通过这个点啊呀冷啊 对吧 二摄氏度呀 我们就知道这个谈话内容是与什么天气有关的 对吧 好 那我们就知道天气呢这个才高啊 最高啊 才二摄氏度啊 所以它说的是气温的这个高低 我们对这个谈话内容有了一个大致的判断 上下文的这个意思也有所了解了 好 我们再来看这个内容 A 表达 B 以及C 温度 D 看不起 E 就是 F 说明书 好 这里面呢有什么 有动词 有名词 对吧 还有一些那个副词 然后我们看 那这个部分需要的是什么成分呢 那最高什么呢 才二摄氏度 那最高后面所修饰限定的 那就是名词部分 而且是与天气气温有关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迅速的做出正确的选择了 那这里面只有什么 C 是符合这个剧翼以及这个成分要求的 所以最高温度才二摄氏度 那这道题就完成了 这是第一部分 然后我们看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共实题 是什么呢 是根据所给的内容给句子做出正确的排列顺序 好 我们这个呢肯定是需要我们对前后上下文的整体的意思 以及关联词语 联系上下文的这个关键词要有所了解 还有这个内容的逻辑性 也要有准确的判断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内容 A 是说可是今天骑晚了 B 平时我骑自行车上下班 C 所以就打车来公司 好 这是三句话 打乱了顺序 我们先看A 可是今天骑晚了 前面有一个转折的那个关联词 也就是说它前面一定是有内容的 它肯定不是第一句话 对吧 今天骑晚了 然后我们再看平时怎么样 它是有一个对比的 我们看对比的 所以我们可以判断这个不是第一句话 然后再看第三句 所以就打车来公司了 还有一个表示结果的关联词语 打车来公司与今天骑晚了 起到了一个因果关系的这个内容 这个因果关系 所以肯定是最后一句 而这个呢 可是前面是要有内容的 所以我们可以迅速的就是做出判断 它应该是B A C 然后我们重新来读一下 看一下这个整体的句意是否正确 平时我骑自行车上下班 可是今天骑晚了 所以就打车来公司 一个因果关系 一个因果关系成立的这个顺序 这个内容的顺序就完成了 好 这是第二部分 那第三部分呢是要阅读一段话 然后根据问题选择正确的内容 那这个阅读的内容呢 这个阅读的内容呢我给大家读 然后大家通过字幕来看一下 它很活泼 说话很有趣 总能给我们带来快乐 我们都很喜欢和它在一起 好 然后第三部分考察的内容呢是 对一段话大概意思的这个概括能力 是我们这个HSK考试的这个关键点 所以呢 就需要我们在平时学习当中呢 多积累一些同义词和近义词的这个辨析 这个分辨能力 好 那我们刚才通过字幕和我读 已经知道了这个内容 说呢 它很活泼 说话很有趣 然后呢 问题是 它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样 我们要先把四个选项读一下 A 幽默 B 马虎 C 骄傲 D 害羞 这是人的四个性格特征 马虎 骄傲 D 害羞 我们读完之后能判断出它与内容是不相符的对吧 因为说的是它很活泼 说话很有趣 总能给我们带来快乐 我们很喜欢他 说话有趣 活泼 给我们带来快乐 马上判断出他是一个很幽默的人 所以选项是A 这个就是我们的阅读部分 它有三部分组成 然后每一部分它所出的题的内容 以及答题方法、技巧、时间的分配 我们今天进行了总结说明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今天的内容你明白了吗?